按加入 加入之後 我們再按設計 切過來之後 首先也是這樣排版 插入一個表格 3列 大概3列 橫向2欄 再來我們就直接在這邊輸入 使用者名稱跟密碼 叫 帳號密碼 讓使用者去輸入 輸入之後 這邊一個折詞給他貼 最後一個button 按下去之後 就確定說他是不是使用者 是不是使用者 這邊的話我們接下來就是把這邊改一下 上面的名稱 我們把它改一個叫 tsd user 這個名稱改一下 tsd 我們流程基本上都是先建立那個 介面的部分 介面做完才去賺寫層次 所以你以後習慣這個方法 寫層次不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有效率一點 大概一天都可以寫到幾個層次 你想不懂 我有時候 性質一來 剛才半小時就把某一個層次寫完了 因為你已經很清楚你的流程 我通通通寫出來 其實在網路上 我先 這邊名稱 button的上面名稱把它改成登錄 那登錄我怎麼判斷呢 按下登錄呢 如果說他正確的帳號密碼 就可以進到哪裡 進到這個 E4裡面 如果不正確的話呢 那就跳出去 你跟他講說 請輸入正確的帳號密碼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功能呢 不會很複雜 但是怎麼做 我想第一個 你們先把這個介面設計出來 就利用剛剛的那個網站就可以 好不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直接在那個檔案裡面 找到新增檔案 然後呢 名稱的話 就是接續7-5-2